细暑假上每一双鞋穿过的人都大有来头 他是宋利文 手工制鞋声名大噪 被封为总统鞋师傅 但宋利文却被查出涉嫌行贿新北市警局警官 从2009年到2012年 他为了取得政府采购案 透过成型白手套找上新北市警局督察市黄姓警官 后勤科张姓警官 两人泄露底价让宋利文顺利得标 代价不外乎就是收取回扣 成型白手套要求一双皮鞋50元 手电筒20元 而两名警官皮鞋和手电筒都是20元 几次下来收回金额高达40万元 涉嫌行贿新北市政府的皮鞋店 之前就开在卢州区这里 但是附近的民众说 这里的店价换过一间又一间 目前只剩下老招牌 宋利文的每一款总统鞋都是精心设计 整双手工缝制 每一任总统穿几号鞋 喜欢什么款式 他也一清二楚 从蒋经国李登辉到陈水扁马英九 都是爱好者 但宋利文在101年内政部 议政署的皮带采购案 违约交付大陆制产品 以诈欺罪造击押 他也几乎好像有 大概有10点我没有看到 他好像场面还不错 当年的风光鞋店如今也不在了 而涉谈的退休警官一个深压禁建 一个十万元交保 也让总统鞋师傅名号蒙上一层灰 记者徐志明 刘雨景 新北区报道